一班中学生早前为了参加渣打艺翠嘉莲华盛装出席 讲的是超过十尺高的巨型木偶 主办单位几个月之前由报名学校之中进行挑选 再由学校决定剪品主题 沙田培音学校就是其中之一 同学和老师都觉得今次是一个难得的经验 我最学到的就是首先选材料 或者用戒刀割板 或者用一些超能胶去粘一些板块板在一起 另外就是学到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 因为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 例如我们割一个板 如果另一个同学不符稳 就会戒错了 我们都是要同学互相合作 另外我们这件事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完 都是要每个人去做一些小的部分 然后再组合在一起 其实大家feedback都是正面的 都觉得很有趣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大家一起做完那件事 就是有一个成果 然后还可以展示给其他人看 就是不是只是局限在学校里面 还可以走出去学校 就是去到维多里亚公园去做个巡游 那他们是很开心很期待 他们不会是纯粹觉得是因为上堂所以要学那样东西 而是觉得就是可以做完这一样东西 原来我们可以出去展示成果 所以他们会容易一些吸收 就是会更加想去认识这一样东西 而负责教导这帮学生的分别是来自台湾的木偶师 陈颖静和本地设计师陈思力负责 他们表示学生在香港接触艺术的机会不多 今次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比他们认识更深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 它可以是令到一般学生是试过艺术的堂 上过是接触不同我们平时他们可以接触的材料 再者是平时没可能做这么大的木偶 他也可以接触到 就是平时没可能接触 啊又要做这么大的木偶 而又要解决个结构 又要将自己的设计的梦想 将它展现出来 其实很多角度很多的步骤 很多都是学生可以学习的一个很好的经验 中学生来说他们之前呢 通常就是画一些平面的画 或者做一些设计多 或者觉得上美术堂 试过艺术这些堂呢 就是做平面的多 这样我们就可能可以引入做一些立体的东西 他们第一次见到是做一些这么立体的东西 也是觉得挺新鲜 这样就所以他们表现那个兴趣 我们的投入度都会比较大 活动固然能比学生更多的学习机会 但是陈思力坦然 有关的巡游活动在香港并不足够 如果有多一些同类型的这些可以很自由创作的活动 多一些当然好了 这样我们可以有多些空间去发挥 有多一些资助给我们去想 做一些更加大型的东西 好像这些巡游的活动呢 香港来说都比较少 这些大型木偶的巡游 这样如果是说巡游的 可能新年的花车巡游 但是那些花车那些都是一辆车 这样推出来 就不像我们这些用人手去动动的大木偶 就是那些木偶这样做这些大型的木偶的机会 其实一年都是这次机会而已 就像一样做出现工作人员 这种人的花车巡游 就是这样做的 直接把这个花车巢比较好 有多一些花车巡游 刚才给你开往 这个花车巡游